藉由共生契约 通过共享幽岁恶魔的禁忌知识而念出的魔咒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比起一句提前从棺材里醒过来的尸体 这魔咒失效的诡异事实更令现场的两名湮灭教徒惊恶不已 更何况告死鸟本就是魔咒力量强大的幽岁恶魔之一 那脸旁销瘦刻薄的黑群女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正静静站在自己面前的附生者 从他所谷中蔓延出来的黑色链条表面浮动着不安的烟尘 与此同时 他也感觉到了与自己共生的告死鸟状态的不对劲 这幽岁恶魔正在不断传来危险至极的信号 甚至想要斩断与主人的联系 返回幽岁领域 他终于反应过来 迅速用一只手抓住了告死鸟脚下的锁链 另一只手则凌空虚握 同时紧盯着邓肯的眼睛 情况不对 你不是这个死者 你是谁 先告诉我 你们是谁 邓肯看着眼前的女人 又看了看不远处那个正与自己保持距离 手中仍然紧握着翘棍手杖的沉默男子 让我猜猜 首先 你们显然不是什么死神的使者 你们骗了那个看守 用 嗯 所谓的伪装技巧 你们是冲我来的 或者说 冲着我目前所用的这具躯壳来的 我说的没错吧 那黑群女人微微张了张嘴 嘴唇戏动着似乎说了些什么 邓肯却没有听清 而下一秒 那女人便突然抬起了之前一直须握着的右手 口中低沉含糊的呢喃变成一声怪异的尖叫 停在他肩膀上的告死鸟恶魔也在同一时间猛然张开了双翼 在共生契约的控制下 这幽碎恶魔不得不抵抗着本能上的畏惧 向邓肯发出了攻击 一股沉重的压力陡然出现 紧接着是脚下大地的反常振动与扭曲 邓肯身边的地面突然如液体般波动起来 随之便有数到仿佛骨刺般的巨大黑色荆棘从大地中猛然射出 纠缠而至 然而邓肯却丝毫没有闪避之意 主要是这糟糕的临时躯壳也实在做不到太过敏捷的应对 他只是一脸平静地看着那些荆棘来到自己面前 看着它们缠绕在自己身体上 随后 一道盛大的灵体烈焰便从那荆棘从中升腾而起 转瞬间 由魔咒召唤出的荆棘从便化作了一片漆黑的灰烬 伴随着星星点点的残火随风而逝 我说过了 你不如把你肩膀上那只鸟轮圆了砸过来 那兴许还能吓我一跳 邓肯无奈地叹了口气 但话音刚落 他便感觉到身体上似乎有哪不对 他下意识抬起手 下一秒便惊愕地看到自己的双手上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裂痕 那并非刚才被荆棘所伤的伤口 而是自发出现的裂口 就在邓肯眼睁睁地注视下 那裂口还在不断增多 就仿佛这具身体的皮肤和肌肉突然失去了生机和弹性 而在这干燥寒冷的天气里迅速均裂一般 裂口中只有很少的血液出现 断裂干瘪的碎屑却不断从伤口中掉落在地上 就在短短几秒钟内 邓肯便明显地感觉到这剧本就虚弱的躯体变得更加脆弱了几分 他惊讶地看着身体上的诡异变化 随后抬头看向对面的黑群女子 这也是魔咒的力量 这次倒是管用了 那黑群女子却仿佛还没有从荆棘失效全灭的冲击中恢复过来 他的脸色苍白了许多 肩膀上的狗死鸟也有气无力地搭拉着脑袋 然而在听到邓肯的话之后 他脸上却突然露出一丝笑意 啊 看样子这具躯体也差不多到极限了 这样就好对付多了 到极限了 邓肯下意识地问道 他似乎从对方的态度和话语中猜到了什么 但就在他准备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那黑群女人却突然声音冰冷地开口 动手 他话音落下 旁边那沉默寡言的消瘦男子便已经有了动作 他面无表情地看向邓肯 而那漂浮在半空的 仿佛烟尘水母般的幽碎恶魔则猛然掌缩了一下 一团冒着痴痴浓烟的黑暗物质从水母体内喷吐而出 仿佛炮弹般迅猛地砸向邓肯 然而那酸液炮弹飞到一半便已经泛起悠悠绿意 在接触到目标之前便已经崩解消散 消米的无声无息 邓肯无奈地看着那团黑暗物质怦然炸裂 我说过了 这东西没 他话没说完 半空中的烟尘与火星便已然消散殆尽 而在烟尘散去之后 他看到不远处的沉默男子已经朝自己举起了那根手杖 手杖从中折开 断口中探出的是黑洞洞的大口径枪管 砰 枪管中火光炸裂 声音却没有传出停尸台周边范围 那黑群女子已经提前竖起手指做出了噤声的手势 大口径子弹撕破空气 在噤声范围内传来一阵低沉的噪音 邓肯的目光捕捉到了子弹最后一段的飞行轨迹 但他什么都没做 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那个与水母状恶魔共生的沉默男子 下一秒 他的视野便短暂陷入了黑暗 他的头颅被特制子弹强大的冲击丽丝的粉碎 脖子以上的部分荡然无存 邓肯的身体晃了晃 站在原地稍作思考 又抬起手摸了摸脖子上面 发现什么都没摸到 便伸手冲着那黑群女子和沉默男子的方向比了各中止 随后仰面倒下 黑群女子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诡异又可怕的无头躯体 他看着自己的同伴将那躯体一枪爆头 又看着那躯体抬起手摸了摸已经消失的头颅部分 看着那躯体的诡异举动 那根本不是一个失去了脑袋的身体可以做出的反应 不管那是什么 那个占据了这具躯体的东西绝对没死 他只是离开了 暂时的放逐而已 心知继续停留会有危险 黑群女子已经决定放弃今天的行动 他立刻抬头看向自己的同伴 我们走 离开墓园再跟那两人发信号 今天情况很不对劲 那手执奇特手仗的沉默男子却一时间没有动静 仿佛是没有听到同伴的声音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 而在他喉咙里延伸出来的漆黑锁链上 一点忧虑的火光一闪而逝 这点火星曾沿着锁链与血肉进入了他的躯体 他的心脏已经被复制一句 喂 听到没有 黑群女子严肃又不耐烦的声音再次传来 赶快离开 否则等那个看守反应过来今天的动静就太大了 手指手仗的销售男子点点头 慢慢转过身 你刚才怎么回事 黑群女子盯着自己的同伴 但很快便移开视线 好了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了 邓肯 当然 邓肯微笑着 此地不宜久留 黑群女子点了点头 便准备转身走上小径 但就在他要转头的一瞬间 那只一直停在他肩膀上的告死鸟 却突然发出了一阵尖锐又诡异的尖叫 这幽碎恶魔浑身的骨片卡卡作响 漆黑的烟尘肆意生疼 紧接着他便猛然转过头 死死盯着邓肯的方向 一边发出怪异的喀拉声一边不断地抖动着翅膀 而在邓肯身后 那个漂浮在空中的水母状幽碎恶魔更是突然间熊熊燃烧起来 一片漆黑的浓烟烈焰中 没有实体的水母恶魔竟在几秒钟内被凭空烧尽 而那根连接着共生者的锁链则发出一连串刺耳的哗啦声 散落成一地破碎的环扣 黑群女子猛然间停了下来 通过锁链之间的联系 他感受到了告死鸟巨大的恐惧 以及直抵死亡的视景 他甚至隐隐约约感知到了告死鸟的视觉信号 当肩膀上的恶魔转向邓肯的时候 一股尖锐的刺痛瞬间如锥子般穿刺了他的大脑 他感觉是网膜一阵灼烧 而难以名状的扭曲光影则弥漫在他泛红 泛暗的视野中 寻常的优悴恶魔没有心 他们只因本能而动 当巨大的危险出现时 他们可不会像阿狗一样顾虑自己主人的心智健康 五 黑群女子瞬间发出一阵低呼 在痛苦和恍惚中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他扶着旁边的路灯 惊恐地看着正站在路灯光影交错下 那个熟悉却又陌生的销瘦身影 你 你到底是什么 邓肯看了看对方肩膀上那只丑陋的海骨怪鸟 比爱依丑多了 又扭头看了看自己身后地面上那一点黑色灰烬 很遗憾地叹了口气 无知是福 他摇着头 你福伯